今天阿亮剛從學校 剛從校長的手中拿到新的聘約 來 老師 這個是你今年的聘約 校長 老師 這個是你今年的聘約 然後我不是校長 我是校長的秘書 校長最近很忙 忙著跟行政院院長 還忙著跟教育部長開會 然後把助理排除在這個勞起板之外 這個是不是發錯了 沒有沒有 這個完全正確的 你每一條回去仔細的念一念 助理教授怎麼會幾千三萬塊 這個應該是發過的 真的 這個完全都是正確的 而且我們的校長都跟教育部 這個溝通過了 要貼廣告的 這樣幫助學校招生啊 學校招生你們才有薪水啊 可是 我應該只是要做 老師跟教學跟研究工作 為什麼要我一五間聘請 沒有 當然是沒有 學校現在的預算非常刺激 而且這個年代已經過了 校長 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沒有辦法 你可以跟校長反應說我要考慮一下嗎 大概是沒有辦法 而且校長真的很忙 恐怕沒有辦法見面 這個真的是你的聘書 來 老師 好好的研究研究 等一下可以換一張嗎 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個校長最後要走之前只留下一句話 為什麼要招生呢 為什麼要招生呢 校長最後只留下一句話 不爽不要做 還有很多人排隊要做 好好研究一下背一背吧 來 這就是你的 謝謝 六年升等 招生未打目標扣我年終獎金 車帳要貼招生廣告 是我自己的車帳嗎 產學合作一年要做一百萬 我怎麼可能做到一百萬 還要義務兼行政 可是 我念書念這麼久 來當老師 並不是為了要來做招生的工作 這應該是行政人員要做的工作 助理教授起薪三萬 那不是只有本縫嗎 我的學術研究費就不見了 學術研究費只剩下一折 三千塊 每日要到校打卡 不得任意離校 憑見未過就要把我解聘 離職違約金還要三十萬 這合法嗎 本聘約縱使違法 仍不得提出異議 否則是同不應聘人 如違反聘約自願離職 永不得操生 我該簽下這一份嗎 這合理嗎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們今天要延續在上禮拜 談到的這個高等教育的一些 種種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一樣在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 這個辦公室的現場也是公庫的這個辦公室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高教工會的秘書長 陳正亮 阿亮老師你好 庄翔好 在正式訪問阿亮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做一個自我的揭露 我們目前也是高教工會的副理事長 那我們今天要跟他談的一個議題 就是流浪教師的問題 在過去幾年 特別大概在十幾年前 所謂的流浪教師 其實是在中小學生 很多老師他可能取得了教師的資格 他其實沒有辦法到中小學去任教 因為整個的這個中小學的員額縮小 很多的學校都已經面臨到廢校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但是最近在四五年來 甚至在七八年來 你會發現這樣的問題 其實已經在所謂的大學高等教育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作為一個大學老師 他並不一定要 並不是需要像去中小學教師 他必須要取得一些教師的資格 但是他可能是一個博士 或者其他有專業專長的人士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博士非常非常多 可是事實上真正能夠到大學任教的人是很少 當然不一定說博士畢業 他就一定要到大學任教 而是說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反映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 社會的現象 那我想要第一個問題請教阿亮老師 為什麼我們的博士會這麼多 那這個為什麼大家會找不到工作呢 是不是有所謂的供需之間 產生失衡的問題呢 博士為什麼會那麼多 跟大學擴張還是有關係 就是大學擴張除了是學校數目的擴張 大學部學生的擴張之外 還有碩士級以上的擴張 其實相對於大學生的擴張的比例 碩博士的擴張比例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我們除了廣設大學之外 我們還廣設研究所 所以我們當然會培養出很多的博士生 碩博士生 那當然我們固定也會有很多的學生去出國留學 對 所以這兩項加成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有讓博士很多 那擠不進大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如同上個節目說的 我們大學為了因應少子化 大概2005年之後 基本上就凍結 盡量凍結去聘用 因為大家都怕說少子化之後 學校就會垮掉 所以在成本上就進行管制 所以這樣的結果 你就會造成外面有很多的博士 有讓博士 但是呢 事實上是這個學校他不會開缺出來 即便他應該要開缺 他也不會開 為什麼他應該要開缺 應該要開缺的規定 並不是市場的規定 教育是這樣 他跟市場的概念不太一樣 就是市場是說 如果你一個這個老師教的好 即便有300個人來 只要有300願意來聽聽課 你一個人都可以教 市場是這樣 但是我們教育沒辦法這樣來做 就是我們認為說 教育應該是 一個老師對比較少的學生是比較好的 所以國家有個管制的規定 所以聖事比管制規定 那現在我們是規定 譬如說規定1比32 對 那就根據這個1比32來設定 學校老師的原額 的原額 好 即便是在這樣 我們都短聘 我剛剛說了 因為因應少子化 學校就階層成本 他就明明有遠遠都不拼 我有一個數字可以講 就是 審計部 因為審計部負責管所有我們的帳 國家的帳 財政 他就去看說我們的國立大學 因為國立大學他比較能夠管 所以他101年 就是2012年的時候 調查是說 國立大學基本上都少拼了 專任的原額 國家有這個錢給你 但是你不拼 那錢去哪裡 錢去哪裡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兼任老師的比例變高 嗯哼 就是這樣 所以 他有一個 說是說 事實上 53所 因為他針對國立大學的調查 專任教師的原額 是 2萬4 但是事實上 只有2萬人被拼 那就少了4千人 這4千人就大概17% 就少了17% 那 兼任老師呢 總共拼了大概2萬人 嗯哼 OK 好 那所以他就說 要要求國立大學去 檢討為主兒禁用專任教師 以兼任教師替代的情形 要去檢討這個事情 這是審計部在 這是什麼時候的一個數字 2012年 2012年 但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另外還有一個數字是 比較恐怖的 就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數字是 從90學年度到103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3學年度 就去年了嘛 2014年 那這13年來 就是2000年到2014年 這14年來 學生我們是增加了 12.9% 嗯哼 就13%左右 12.9%是因為大學入學相對比較容易 是沒有錯 就增加了學生數 嗯哼 兼任老師他跟這個學生人數的增加呢 差不多大概10% 嗯哼 兼任老師增加了60% 60% OK 所以數字是這樣子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OK 所以這個擴張的過程 專任老師其實沒有 想連學生的增加比例都低於 一個12% 一個10% 然後 兼任老師6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大學是靠兼任老師在撐住的 嗯 這個你要擴張沒有關係 那你就是用兼任老師來 嗯 不過這個兼任老師的擴張 會不會跟我們有很多的專科變成學院變成科技大學 這是有關 我之所以這樣講就是 如果是越偏向技術的學校 那他相對之下在實務界要聘的人是比較多的 例如說我們以前在之前在世信任教的時候 我們世信廣電系的這個兼任老師就數十個了 那因為很多是需要業界的人來這個裡面教書嘛 那這會不會跟這個所謂的技職大學的擴張 然後他大量需要這種所謂的兼任老師是有關 因為畢竟在業界在技術上面的相對有成就的人 他不一定有博士學位 那他也不見得有時間來擔任你的這個專任老師不是嗎 可能會有關係 你剛講到世信 我有一個世信的資料 這是2011年的資料 就是4年前的資料 編制內的老師就是所謂的專任老師 300個 編制外是560個左右 所以就以世信這種等於說傳播為核心的科 的學校 那他會大量的使用兼任老師 因為他有在教學上面的 實務上面的需要 那我的意思是說 難道這一些科目裡面 這些兼任老師所教的科目裡面 沒有一些是長期固定 必須要一直教下去的嗎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裡面 大家就要考慮 我是用兼任老師好還是用專任老師好 也說他有業界的經驗 他跟業界維持一定的關係的專任老師 會不會比你不斷的用兼任老師 兼任老師流動量會有特別大 是好的嗎 我在世信教當然也教到一些大學部的學生 他們可能常常抱怨就是 有很多他們覺得很重要的技術 那總是老師是流動流來流去的 雖然是業界他有經驗 但他沒有辦法累積他長期教學的經驗 所以我們要看說 我們有需要兼任老師 但是那些常常經常開的課程 固定的課程 不應該再用這個東西去代替才對 但是他有一些學校會有一些 比較替代性的做法 例如說像我們系上好了 我們系上在教食物的課程 老師其實也是從業界來 但是我們是聘他叫做專案 或是專技教師 那這個專技教師跟兼任教師跟專任教師 之間有什麼不同嗎 他一樣還是可以去做相關的 這種所謂的技術上面的訓練或是培養 那他是專任的 對他是專任 但是他可能是三年就必須要重聘一次 你講的是專案 我講現在有三個狀況對不對 四個狀況 專任老師這個沒有問題 另外一種稱之為專任的 專業技術人員 就是一般叫專技教師 專技教師 這個也是編制內的 這都是長期聘用的 那兩種不一樣的是那一種專案 專案當然就是學校他可能用校務基金禁用的 對 或者是用反正其他什麼錢禁用的 那這個部分他雖然是專任 可是他實際上約只有三年 因為那個案子一結束就沒有 就沒有 對 那最糟糕的就是兼任 兼任的流動量更大 他隨時可以幫你停聘 不管是在學期一結束 他說不要就不要了 他說沒有這個課程 你就沒了 要幫你升級別的課程 好 那就專案這部分 他現在目前的勞動條件 其實也是很糟糕 沒錯 也是很糟糕 因為他會希望 就他心理上會希望說 我將來能夠在這邊變成是專任的 所以只要是正式的人叫我做什麼都會去做 而且他們其實授課的loading是比較 比我們一般的專業老師還要做的 甚至會更多 而且他被要求去辦研討會 然後研討會要湊人頭要出席的他也要去 那寫他跟他領域不符合的paper也要寫 那一年要申請多少科技部的計畫 那等等等等的他什麼都要幹 其實我們工會就有很多人是這樣 他先從專案幹起 那就各評本事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學校可能就願意聘你 繼續再聘你起 這樣 那等到你變成是真正的專任 也是專任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那這個時候你才真的是在編制內 好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一個狀況 兼任老師 專案教師 還有專任老師 他們可能在部分的工作 譬如說至少就教學 乃至於研究的工作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把它們切割成不同的身份 結果就是 這個對所謂的同工不同頭的現象 那透過身份上的切割 我可以很彈性的使用 要你就要你 不要你就把你丟掉 這個彈性的使用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一般的企業 或是在這種所謂的更廣益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做一個僱主 他通常會希望彈性使用 那彈性使用 他可能會有他的缺點 缺點是說 在這過程裡面 謝老師的勞動權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他的薪資或是同工不同酬的部分 對 這部分也許可以請阿亮來跟我們到進一步的說明 可是他可能會有一些好處 這好處是說 我們這個計劃他可能是一個短期的 那這個短期的計劃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就好了 那當這個計劃結束 我們就不要騙這個人了 因為這樣子學校的發展 不是可以更多元 更具有這種創新跟挑戰性嗎 如果是他是真的根據計劃而來的 這個倒是就是OK的 因為他就是這個計劃案子的一部分 他來執行這個計劃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專案教室 他不是在執行什麼計劃 他就是執行一般正常老師的功能 這個才是我們反對的 譬如說我現在做一個研究計劃 然後我找了一個博士後的人來做 那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嗎 那這個計劃是科技部給的錢 或教育部給的錢 那我真的案子做完 我也沒有辦法 這不是由學校來聘任的這個想像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做學校要求他做其實 他就是做這個案子的事情 所以案子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合理的 這當然就很多研究計劃是這樣在操作是合理的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缺口 學校利用這個缺口 這是一個案子 其實他根本不是案子 他就是要你做一般老師做的事情 辦研討會要幹嘛這樣叫你全弄 那一般老師不太想去研討會就不會去了 對但是因為他會有所謂的 是不是能夠續聘的壓力的存在 那這種這樣的一個專案教師 當然如果從學生的角度 或是剛才說專案教師或是專機教師 從學生的角度來講 他可能有比較多的機會去接觸到 食物界的這些新的技能 或者是一些更能夠對他工作是有幫助的一些知識 他不會覺得都是在談理論 然後我們跟食物的操作 那當然先撇到你剛剛談到的那個所謂的 他只是來填一個空位的這種做法 可是他的對學生的缺點會是什麼 你說兼任老師 他比較難找到兼任老師 就是他下課之後 他就走了 你有看到學校哪一個學校 特別給兼任老師弄個辦公室 沒有這種事 大概頂多只是臨時的休息室 就是教室旁邊的教室休息室 就是空間是公共的 所以你一般來說你下完課就走了 更何況現在很多兼任的老師 就根據監察員的調查 大概有8000多個 就是三年前的調查 是專門在做兼任老師 也說他因為沒有辦法進入大學 正直的體系 編制內體系 所以他就只好流浪 所以我說這個課上完 我要趕下個學校 我不會留在學校的 所以我也沒有跟學生 能夠很深刻討論的機會 當然也有兼任老師 真的很認真的 是有 可是你制度上必須要提供 那個空間 那些資源 那學校又不願意提供 所以 上完課 你也不會覺得他是你的老師 你會覺得他就是業界來的 然後其他人 其他學校來 你不會說跟他發展一個 在這個領域裡面 不斷跟他討論問題的那個想法 我們在大學 比如大學4年 從大一看到大四 這很正常 他有什麼問題跟你手就帶招 那監察員是沒有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在一般的大學裡面 他除了這種所謂的知識的 所謂的傳授或是分享之外 另外一種所謂的情感的建立 或者是在傳統的這種教育概念裡面 所謂的生教 就是所謂的末會知識的這種養成 其實是更 需要更多的這種接觸 跟這種所謂的關聯性的連結 那 其實這個會發展出一種 比較更重要的一種狀況 就是 好了學校大量的去使用堅任老師 那我們待會兒要請阿亮老師來跟我們講說 現在目前台灣堅任老師的整個的 這種工作狀況是什麼 另外他可能會出現更大的 或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了大學老師的年齡是普遍的 這個所謂的是比較大的 就是說他相對之下 因為這個流動的關係 所以大學老師的年紀比較大 那這比較大其實會不會造成在教育上面 或者是說在整個知識創新上面 會產生一些問題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教育部一起主管 退休閒時才年齡後 去使用堅持 但是要一天要檢討 過去幾年不是沒有討論 但是又跟教育前一回 水中清理 還有點了 二十一位已經到沒有關完 可能是對使用比較好 變成門性 他來又先焦點 之前沒有拿到計畫 是因為剛剛好這個次長 要去擔任這個學校的校長 所以剛剛好他拿到這個計畫 我沒有質疑喔 我只是說剛剛好 夏林廟後去的書校馬上拿到補助款 就連國民黨議員也議員 不好對外界來交代 是他們的關係還是時間剛好 教育部所有的競爭型的經費 或者是學校的評鑑 都是由專家所組成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 讓這個所有審查的過程 其資源分配的過程 是非常客觀公正的 部長不是話說 沒有具體的政府 不可以學學 如果要收到最關規定 要由全序部來幾個 他幾次收花 一萬之後也不會去輸校 我會回政大區任職 對 我就要是 退休 退休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 在工會點名 南華台下校長 警告不指定林聰明任為 這個機控太過程過 這些都是經驗 他們都表現得不錯 人家在一步 他會從協健 就是選這些人來幫忙協助 然後告一段落又回到學校去 他們比較聊的一些 法令規則 等等 這個也無可破壞 若是規定要修改的 林聰明也支持 你自己已經把 退休金關起 清涵和新中學金 有些事情不可以 現在主管 即將尚心借平台北報道 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相 今天在高教工會的辦公室 要來跟大家談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 今天在節目的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高教工會的秘書長陳正亮 阿亮你好 中相好 我要再次跟大家聲明 我是高教工會的副理事長 然後來談這樣的節目 我們觀眾朋友可以自己來去判斷我們今天所談的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觀點 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其實也談到台灣的所謂的教師結構的問題 我們發現其實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專人老師他其實月聘就是基本上某種程度已經是凍結 他很少人能夠進來 大量啟用兼任老師的情況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台灣的整個師資的結構上面 有非常嚴重的這些老化的問題 會的 就是你如果讓年輕的人進不來 那原來已經在這裡面睡 逐年他年紀會變大 那他當然就整個師資會比較老化是有的 那監察院有一個調查是針對兼任老師的調查 就是他的年齡分佈圖 就是這些專門來做所謂的兼任老師的 其實他的工作就是兼任老師的這些人 我剛剛說了大概8000多人 他五成就是45歲以下的 45歲以下就佔了五成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構是這樣 就是進不來真的就是這些年輕人 那長期下來你還讓他一直進不來的結果 當然就是我們就老了 那新的idea 你剛念完博士最有衝勁的時候 對 生產力其實也是最強的時候 那他沒辦法進來 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那長久以來 就長久下來我們學生跟這個 就是知識上的創新真的會有斷層 可是這個教育部不知道這個現象嗎 他有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這個是要結構上去調整 譬如說我剛剛講 審計部做那個調查說 你國立大學你怎麼不足而禁用 那你就要去逼國立大學足而禁用啊 讓這個年輕的博士能夠進來 結果教育部現在大家不是在講反對那個雙親教授嗎 那他自己公佈的資料是這樣 就是2013年就兩年前的資料 就是退休的 軍工教退休的 跑到私校去繼續當老教職的 有2547人 2547 就是他那時候的統計是這樣 所以你就看到說你這個你也不管 你說軍工教退休 他原本可能在大選裡面已經是老師 是的 然後或是在政府單位工作的 軍工教 所以他不見得是我曾經在某個大選 然後再 不一定 所以是包括在裡面 包括在裡面 但是這都會影響我們的 你剛剛講到的 師資的老化的問題 就你退休是幾歲 可能是65歲 如果你要提早退休 當然也不是不行 好假設65歲 你又跑來私校 佔一個教職 那年輕人就更進不來 就更進 這個問題是這樣 你首先要去把這個東西管制掉 不過這邊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我記得高教工會曾經做了一個表格 這表格其實是包括曾經擔任過部長 教育部部長 市長 或者是市長的這些官員 那他可能是從大學教授去擔任的 然後當他離開了這些原來的所謂的官位之後 他事實上又回到學校裡面去做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就是說 如果這個教育部的這些退休的官員 他都任期到的官員 他都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示範 那他其實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錯誤的帶頭 對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錯誤帶頭沒有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求說你要有旋轉門條款 你就當過教育部的官員 其他的這個中央政府的哪一個機構 就先不管 至少你在教育部 因為你牽涉到很多失效的利益 就包括講補助款的問題 包括怎麼設定政策 有利於失效的校方去解聘啊 或是去幹嘛的 或是他的資產如何被運用 你的管制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你的利益 跟他們是有相關的 所以旋轉門條款說 你不能夠在幾年之內 你在教育部任職幾等以上的這個官員 你退休之後幾年之內 你不能夠到你相關的這個這個 機構裡面去服務 這叫旋轉門條款 這就是主要是考慮到利益迴避的問題 利益迴避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因為為什麼講利益迴避的 因為大家都說這些人就是門神 去就可以幫失效爭取江浦書館 那其實這個江浦書館 那你就變得不公平 那大家就進鄉去邀請 去聘用 去巴結這些政府官員 那我覺得這個 讓我們政府不是很清廉 所以整個青年的那個形象就變差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現在這些現在既有的 包括高教師、技職師 這些師長們 副師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 這些他們都以身作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他另外還有問題就是 他退休零 雙薪真的是不對 就是因為失效也有受到國家補助 而且我們失效老師的 退休、退府的部分 也有國家補助 那你不能夠說 你已經退休去領公的 這個退休金了 那你現在又來領失效這個部分 所以你等於領了兩份 那這怎麼說都不合理 教育部說幾年前 要設定一個條款去修改 說他一開始說不能領 後來說他可以領四成 就是公交人員退府那一塊 可以領四成 因為他有自己提過四成部分 就是你領自己的 好 最後呢 什麼都沒改 送到行政院去的時候 什麼也沒改 所以這個雙薪一直都被延續下來 根本沒辦法解決 這樣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專任老師的這種 某種程度的凍結 然後雙薪的教師 以及剛談到的政府的官員 特別是教育部的官員 在轉任到這些學校裡面去教學 那這就是所謂台灣的這種 所謂的大學老師沒有辦法流動的 一些根本的原因嗎 我覺得是 所以根本原因是這樣沒有錯 那另外可以加上一個制度上的限制 譬如說我們一直在講生肢比 就是想要讓更多新的老師能夠進來的原因 就是這樣 你甚至比一些往下變好 我們的老師進來就會變多 就現在至少可以解決 現在年輕的這些流浪教師的問題 那對教育也有很高的好處 新的知識可以帶進來 那我們老師的年齡結構也會變得比較好 那對學生也有好處 他不會說一直在上大班的課 他可以上到小班的課 比較精緻的課程 那老師對他們照顧比較好 那原來那些應該要開必修 應該要開成專任的課的 那就開始用專任老師來教 不要再用監任老師來代替 其實都是很有好處的事情 剛剛有談到一個就是 很多的大學會去大量的聘所謂的監任教師 事實上是考慮到所謂的成本的問題 那說實話就是從一個 剛剛談到一個盈利代位 或者說一個企業他都這樣子思考 但事實上對教學品質 他事實上是有一些影響的 在目前的監任教師 他們的薪水大致上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有國立大學跟私立大學的不同嗎 對有不一樣 原來是我們教育部有公布一個 大專校園監任教師 重點費自己辦法 這個是針對公校的 那私校就比照公校 但是監任教師的重點費 因為監任教師他自己沒有組織 所以就沒有人講話 所以其實已經凍結 嚴格說來凍結接近20年 20年沒有調整過他們的重點費 他們是領時薪的 對 而且還暑假是沒有 還暑假沒有 就完全沒有 什麼老保那裡都沒有 所以他們真的是領時薪的監任老師 這樣子 兼職工 那因為沒有組織沒有發生 所以就 他的重點費都沒有調整 那直到幾年前 我們工會成立之後 就去討論這件事情 那監任老師覺得真的是不可思議 你知道我們基本工資都 一直不知道漲多少 從1995 1584 現在大概是2萬出頭 然後我們的軍工教的薪資也調漲 然後我們的物價也在上漲 那監任老師領時薪 竟然接近20年動漲 這樣 所以抗議之後 行政院就很快就回應 就調整了45% 那調整之後呢 他說只適用公立大學 所以私立大學也沒有 所以這個法規的本身的解釋 就是只能夠去給公立大學去做 那私立大學是 私立大學過去 他就直接去沿用公立大學的規定 監任老師終點會的規定 但是教育部在這次調整16%的時候 特別說 私校呢 可以橫濁自己的財務狀況 然後他說得很漂亮 說你可以加 你可以加更多的終點會給監任老師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就沒有人加 甚至連調評都沒有 連跟公立學期評都沒有 那這個學期的那個校務會 我在學校的校務會 就講這件事情 說我們應該要加這樣不行 然後我們校長就說 這個私立大學的校長有一個協進會 他們有一個類似聯誼會 那他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說要加大家一起加嘛 不加就不要加嘛 結果後來就沒加 所以大部分就是決定是不加 這就是私方的聯合行動 我覺得大家都一起不要加喔 先講好喔 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當然有一些學校有 像醫學院有加 北醫好像是有加的 因為他們本來經費比較充裕 那你就看到這個狀況 這個公立跟私立 我們剛剛講的 專任兼任的那個差距 是很大 他的這個 這個 同工不同酬狀況很嚴重 那現在是說你去公立學校當兼任老師 到私立學校當兼任老師 那條件也不一樣 事實上在私立學校的兼任老師的比例 也應該比公立學校多很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是差不多 因為公立學校的這個 數量比較大 就學生數比較多 OK 學生數 所以課上起來差不多 公立學校比較有錢 那私立學校比較沒錢 連兼任老師都拚不起 最後一個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的大學校的時候 事實上薪資在整個普遍的所得是比較高的 那可是我們也常常會看到 所謂的大學老師已經 好像這個老化 但是其實又常會出現一種說法 是誒 優秀的大學老師 他可能都被其他國家給挖角 例如說 香港的薪資 新加坡的薪資 可能都是在台灣的四五倍以上 那當然他們的物價水平也是比較高 那當然他們有其他相關的福利等等 那這邊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大學老師被挖走了 那也有人會說 那我們其實大學老師也可以用所謂的 彈性薪資嘛 對 教育部事實上有些彈性薪資的做法 那或者說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報紙上面 也刊出說 這個台大 他說 新任的助理教授也可能會打到 薪水會比以前多六萬 當然他有可能設定的一些條件 你怎麼看這種所謂的彈性薪資的做法呢 這樣子不是可以更激勵一些老師 他可以更努力的在教學或在研究上面 或者是他就有可能去把一些優秀老師 聘到這個學校來教書嗎 彈性薪資這件事情 這怎麼整體講就是彈性薪資的問題 那彈性薪資這個東西出現 基本上就是 如同你剛剛說的 幾年前就不斷有人呼籲說 我們的薪資水準跟國外差太遠 所以人才一定會流失 我們騙不到國外的人這樣子 騙不到最好的人 然後 這種說法就非常的多 那我一直認為這個說法 到底有沒有什麼 詳細的數據 我們到底被挖角多少人走 到底有沒有數據 還是只是 就自己在想像這樣 至少給我一個數據說 OK 那這幾年來 我們有多少台大的教授被挖角 之類的 你不能憑一個印象 然後繼續說這個現象 好 那我們講這個現象 在理論上可不可能 當然可能 因為 美國的 這個學校的薪資 香港的 新加坡的 可能都比我們高 那我們要去跟這些國家比 是永遠比不上的 所以你用彈性薪資 你也永遠比不上它 所以這是一條正確的路 是我根本上的懷疑 好 即便你要彈性 那現實上的做法是什麼呢 現在做法的彈性是 比如說我們這個系所 我聽說有些學校是這樣 我們這個系所大家來論彈性 或說大家因為狀況差不多 用一個什麼自己內部定義的規矩 這個學期就 誰來領彈性 好像也是有這種現象的 那我覺得你怎麼去衡量每一個教師 他的真正的貢獻 那有時候那些彈性在 彈性加性的部分 在我們其他人看起來 其他老師看起來說 嗯 對他是值得領 但是難道不是更多人值得領嗎 嗯 我這次造成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說 你怎麼去評量這個老師 真正的貢獻 的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客觀性的去評估嗎 其實是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我認真教書的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對得起良心的在教 那 這個東西跟我能不能發表 很多的Paper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彈性是跟Paper相比的 那你這部分就會去犧牲 教學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 不好評量 不好評量 我不是說都不能彈性 但是就是說你在施設這個制度 你真的要很只去考慮不同領域 不同科系 它內在文化的問題 然後 怎麼那個這個東西做下去 是比較恰當的 嗯 而不是是一個 教師階級化的那個過程 嗯 我想我們在這兩集的節目當中 比較從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來去談台灣高等教育的一些現象 就是我們在那些表面現象的背後去看到 這個其實台灣這些問題 其實跟整個的教育制度的分配 或是剛剛談到深思比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 呃 整個越來越企業化商品化的這些問題 是有很大的關係喔 可是這種所謂教育商品化 企業商品化 除了在那種制度上面的問題之外 我們在下一集的節目當中 會來更繼續的跟大家談 在這樣一種所謂的制度 或是在這樣一種所謂的趨力之下 大學老師似乎越來越辛苦 那當然大學老師在整個社會的這種 所謂的階層以頭來看 他事實上是一個相對高薪 或者是相對比較優渥的生活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或者是說大學老師在最近這幾年 是不是有更大的挫折 而這個挫折恐怕也不是只有在大學老師 事實上說不定在大學生 他當讀大學之後 他的挫折就開始出現了 我們下禮拜還要再繼續的邀請 洆湞來跟我們討論 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再見 天空的眼淚 熄過了時間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誓願自謀 萬千走 致命的部分 我還有一輩子 噴我 都是多不得